两档微波到 不错 死分吧 你一个男生和女生一样的速度 有什么可得意的吗 他很好看吗 不错 拖� 毫 煮 我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拿一盆水泡我 这是对付你不起床 最有效的办法 怎么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想单挑还是想退出 懒得跟你一般前世 都到齐了吧 不好意思 打扰到各位的美梦了 谁叫我们 是保镖训练营呢 既然你们做了保镖 是不是应该随叫随到呢 你们要是赖床一分钟 在这一分钟里 你们保护的药员 出了事怎么办 刚才就有一位学员问我 昨天为什么滚泥坑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就是想 把那些怀揣着 不良用心的人给踢出去 有些人进入保镖训练营 不是真的想当保镖 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 甚至 也不是想挑战自己 那么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他们就是想把这儿 当做跳板 对层金 提高自己的身价 去接触那些 大明星大老板 我告诉你 我们烈火神盾训练营 不欢迎这样的人 所以 昨天晚上 考验你们的 不仅仅是意志力 和体能 更多的是考验你们的动机 和人性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就好 彻底都有 立正 转座 转 进步 走 作为一名保镖 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格斗素质 今天 我们进行格斗训练 格斗训练 很容易伤人的 说得好像你伤过人一样 你什么意思 伤了那么多回 你也没伤到我呀 闭嘴 张晏 关小迪 出列 看起来你们两个很能打嘛 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两个打一个教官 有差 小心点 他们两个 好像还挺能打的 小心什么 不是我打 是你打 好 二打一合适吗 教官 难道不合适吗 再给你们加两个 再给你们加两个 两大位 举量 出列 不是 教官 我们四个打你一个 不是开玩笑吧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想想你们昨天 是怎么鬼谈的 觉也没睡好 饭也没吃 都恨我吗 恨我的话 就一起来吧 越线 越紧 加 仇 走 小笛 二十五秒 我知道你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不管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 是三大冠军也好 是动过真刀真枪的军人也好 但是你们今天在我眼里 就是二十五秒 都给我起来吧 知道你们 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吗 因为你们平时根本就没练对路子 花样虽然多 但却不实用 保镖的格斗技术 并非套路演练和散打比赛 而是实战技术 你们都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来 你这是第几次踢关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搏击 那就加入我们青春联盟俱乐部吧 不感兴趣 那你为什么要挑战我 打败你 我只给你十分钟 一会儿还得赶去下一场 废话真毒 我再给你五分钟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等等 我今天还有其他事 不行 还没分出胜负 我太好了 你难道 我去找你 要 别跑 看来今天不把你打趴下 你是不会让我走了 那你放马过来 小迪 小迪 没事吧 小迪 没事吧 小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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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迪 小迪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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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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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小迪 加油 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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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狄 小狄 不要再跟人家打了 小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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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蝶啊 小蝶 你这回遇到的哪是人呢 简直是个妖怪 阿姨 这怎么办呀 你随时都能赢 你还等什么 等你认输 休想 你这样坚持有意义吗 认输吧 认输 除非你把我打趴在这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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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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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之前的那些挑战全都是你安排的 这也是训练营的其中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安保服务公司 只有最勇敢无畏 最有想法 最有理想的年轻人才有资格加入进来 那这么说我们都是精英了 也可以这么说 艾雄教官 咱们在这儿都训练些什么呀 我们采用的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以色列的教学模式 同时呢我们还聘请了 非常具有实战经验的精英级的教官 来亲自训练你们 所以大叔你的意思就是说 烈火神盾其实就是个保镖 那干嘛要训练营啊 凭我现在的实力完全就可以了 你认为当个保镖很容易吗 大叔 上次呢 那次救人我没有发挥我的实力 其实我是深藏不漏的 帮忙救人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好吗 还有我呢 对 还有他 我们俩 所以大叔 像我这种机智 像我们这种聪明机智又勇敢的人才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跳过训练营那一坎了 你们中间还有谁 认为根本不用训练的 有吗 郭云迪 郭云迪 你给我出来一下 小爹 你去哪儿 刚才不去首仙的去哪儿 咱们现在手头有什么任务吗 刚刚接了一个保护流浪狗的委托 委托人是一个网上爱心保护小动物的组织 具体说说 这个爱心组织怀疑在榆林工业区附近 有一个专门诱捕流浪狗 宠物狗 并进行非法贩卖的团伙 我正准备去看看 保护流浪狗 这很简单 直接把那些团伙曝光不就完了吗 怎么 你想去吗 我倒挺想试试的 但是我有个条件 来 说说 什么条件 如果我顺利完成任务的话 就让我踢过训练营 直接进入联合承论 等你完成任务之后再说吧 你怎么过来了 舅官 那个 我也想试试 那正好 我缺个跟班的 谁是你跟班的 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行喽 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来 把电机给他们 保证完成任务 头儿 他们俩能行吗 放心吧 我跟着他们 有您出马 肯定什么都能解决 这地方也太大了吧 范围这么广 怎么找啊 范围这么广 怎么找啊 范围这么广 怎么找啊 看来 我只能使绝招了 什么绝招啊 干什么 这样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那边 还真有用 那边 那边 你看 那是什么 走 走 这么多效果 干什么 把他们罪证全都拍下来了 拍得清楚吗 当然清楚 这还有问题吗 我没问题了 你们俩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那些狗狗是你们的吗 你们这是在虐待动物知道吗 我虐待动物怎么了 小兔崽子管得还挺宽 我打死你 小兔崽子你敢暗算我 来人 小心点啊 关好你自己吧 还凶给我收拾他 快快 赶紧走 怎么了 有人等了 老子咱们顶着呢 快走 走 九龟 快走 第一个药 站住 洞 第一个药 是 很难运 誰先打倒他們算是贏 好 我贏了 贏了有什麼好學鳥的 好 糟了他們跑了 追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什麼人敢擋我的大 滾 快點 等等 滾蛋 跟我耍褲 打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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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叔好厉害啊 那是 他可是烈火神盾的创始人 最厉害的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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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您好厉害啊 我愿意跟你寻 你们知道 你们今天的表情很差 是吗 知道犯了多少错误吗 第一 不知道对方底细情况下 擅自闯入 让自己陷入了危险境地 这第二呢 好勇斗狠 沉迷武力 却忘记了真正的目标 第三 遇到突发事件 反应不够灵敏 险些造成任务的失败 可那都是意外啊 谁知道他们会跑 而且这不正好扔你吗 只会给错误找借口的人 永远都无法成功 做保镖的第一课 首先要学会 当遇到真正的犯罪分子的时候 第一时间报警 那我们还能加入训练营吗 你们真的愿意吗 嗯 愿意 愿意 你的命滑出去了 没关系 就让他滑向我的男神吧 你们把自己的行李在空地上放好 十秒钟内在消防车前排成一字横列 快 好 快 快 来 各位烈火神盾训练营的同学们 恭喜你们通过了体囊考核 大家辛苦了 自我介绍一下 不是吧 我是你们的教官秦升 想必大家都应该口渴的吧 都想不想喝水 想 想个屁 别嘚瑟了 水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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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帮大家撑我了 不 刚才的任强 是你的主意吗 关小迪 关小迪就关小迪 你这么微笑 是几个意思啊 她是你女朋友吗 当然不是 你们不要以为 今天的训练就结束了 这只是你们噩梦的刚刚开始 刘莎 你认为我们这次学员的质量怎么样 现在下局论还太早 不过可以肯定刺儿头不少 刺儿头多是好事啊 好了 就这样吧 你们都别瞎猜了 这个泥潭 才是你们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项目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我是过来学做保镖的 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做游戏啊 你给我闭嘴 我相信 你老板让你过来接受培训 就这样被开除了 你回去也没办法交代吧 好了 你们当中 有很多人是退伍军人 但是在我们烈火神盾 有我们自己的规矩 你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爬过这个泥潭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大声回答我 听明白了 飞 是 抢我疯狂 不是 小弟 等我 教官 可以下去 我的衣服还能洗干净吗 我估计够呛 快 好 我估计 那 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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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晴 天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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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晴 天晴 感谢观看 不是流行 快走 还不吃 还不吃吧 不吃 快吃 快吃 你先去 她留下 快吃 教官 我被淘汰了吗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意志 这一关算你过了 做保镖不能只靠意志 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 那么又怎么能保护你的委托人呢 好好想想吧 你先试试 又给我快点 不想被淘汰 都给我快点 要知道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为什么来烈火神盾 为什么要当保镖 想吃饭的话 想吸热水澡的话 都给我快点 后面都跟上 都给我快点 快 想吃饭的就快点 想吸热水澡的就快点 想吸热水澡的就快点 有没有想放弃的 现在这个时候放弃 不丢人 现在放弃的 可以提热水澡 可以吃大饭 我放弃 你疯了 坚持了这么久 现在要服输 教官 我实在不行了 水实在太冷了 是不是现在放弃 就可以吃到热饭 很好 我们今天训练的目的 就是为了淘汰一名学员 现在都可以去洗热水澡 吃大餐了 凭什么去淘汰我一个人呢 我反悔了 既然反悔了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继续爬 等等 我放弃 我放弃 我想明白了 第一天就这么难 后面肯定更不好过 我放弃 也算是卖给大家一个人情吧 好 拿上自己的东西 等我走吧 学校 你现在放弃 算是明智的 不然过些日子 大臣们亲自来折磨我们 那才就活在地狱里呢 好了 所有人 都跟我走 你怎么知道 还有更强的训练 解释一下吧 你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吃的馒头 最好喝的米粥 教官 怎么就 一个馒头啊 而且这分明就是水嘛 什么米粥啊 你们就知足吧 我当时训练的时候啊 可是一颗米都看不见 都给我赶紧吃 吃得干干净净的 好 咱们今天这个米粥 怎么这么稀啊 昨天食堂的米都被五瓜买了 还没买的 都看什么看 赶紧给我吃 就这么点东西 哪吃都饱啊 这样吧 粉红包体力最差 我们把馒头给它 我们喝粥 这个 能分我一小块吗 我不需要你们帮助 大家一起睡 来 给你 给 大家都吃饱了吗 没有 很好 吃饱了就好 嗯 没吃饱了 我们说的是没吃饱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那宅官 我们一会儿 是不是可以去洗澡了 嗯 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你们要把桌上的东西 都给我吃得干干净净 不然 谁都不允许去洗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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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生宿舍在二楼 女生宿舍在三楼 每个宿舍的门口都有宿舍人名单在上面 每个床铺上面都有你们自己的名字 林玉坚就在我的左手边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明白就好 现在赶紧去洗澡 洗完了赶紧休息 舅官 那我们能休息多久啊 说不好 说不好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看你们柳教官的心情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 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 教官我不明白 我之前在特种部队待过三年 力智力训练和体能训练都参加过 可是从来没有像这么枯燥的骨骼一天泥潭 你们的问题稍后的课程上会有解答 去洗澡吧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你们跟梁大卫认识吗 是什么关系 该让你知道的会让你知道 不该问的别问 管小弟的洞察力不错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 他值得好好地培养培养 没想到崔天琪和玛丽 还能坚持下来 我还没想到你能坚持到现在呢 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啊 反正看着不像什么能吃苦的 那是你还不了解我 古左高深 藏得挺深嘛 无法素和护肤肉都没有 我身上快干死了 我看啊 我都快变成女汉子了 得了吧 等你真的晒肠黑人 就知道什么叫女汉子了 张雅 刚才在洗澡的时候 看你身材挺好的 就是皮有脸松 你以前是个胖子啊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我现在这脑子里 感觉有好多好多飞机在转 天琪 其实我刚才就想跟你说 你能坚持到现在真的很棒 加油 刚刚真的吓死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自己也想挑战一下试一试 我不能总当一个展女吧 还挺确的 但是如果你出什么事情的话 我一定会内疚死的 毕竟是我把你带进来的 哎呀你放心吧 只求尽力 我绝不会强求自己的 拉钩 嗯 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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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ī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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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BIG 就哄钟 tor 就哄钟了 就是生命了 你看 那是 这么 全体学员 训练引全体学员 分钟后到下雪 起来了 不是吧 这才几个小时啊 掉的不是 我的皮肤怎么翻呀 小迪 起来了 小迪 快帮我 小迪起来了 大小姐 俊烈营 正能折磨人的地方 你快帮我叫叫她呀 你叫吧 过来 小 小迪 小迪快醒醒啊 两档微包到 不错 死坟吧 你一个男生和女生一样的速度 有什么可得意的吗 他很好看吗 他很好看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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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怎么这样 你干什么啊 你为什么要拿一盆水泡我 这是对付你不起床最有效的办法 怎么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想单挑还是想退出 懒得跟你一般前世 都到齐了吧 不好意思 打扰到各位的美梦了 谁叫我们是保镖训练营呢 既然你们做了保镖 是不是应该随叫随到呢 你们要是赖长一分钟 那这一分钟里 你们保护的药员 出了事怎么办 刚才就有一位学员问我 昨天为什么滚泥坑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就是想把那些 怀揣着不良用心的人 给踢出去 有些人进入保镖训练营 不是真的想当保镖 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 甚至也不是想挑战自己 那么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他们就是想把这儿 当做跳板 对层筋 提高自己的身价 去接触那些大明星大老板 我告诉你 我们烈火神盾训练营 不欢迎这样的人 所以昨天晚上 考验你们的不仅仅是意志力和体能 更多的是考验你们的动机和人性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就好 你彻底都有 立正 站坐 转 急步 走 作为一名保镖 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格斗素质 今天我们进行格斗训练 格斗训练 很容易伤人的 伤得好像你伤过人一样 你什么意思 射了那么多回你也没生到过呀 闭嘴 张晏 关小迪 出列 看起来你们两个很能打嘛 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两个打一个教官 有差 有差 小心点 他们两个 好像还挺能打的 小心什么 不是我打 是你打 好 二打一合适吗 教官 难道不合适吗 再给你们加两个 梁大卫 举练 出列 不是 教官 我们四个打你一个 不是开玩笑吧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想想你们昨天 是怎么鬼迹谈的 觉觉没睡好 饭也没吃 都恨我吗 恨我的话 就一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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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小笛 二十五秒 我知道你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不管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 是三大冠军也好 是动过真刀真枪的军人也好 但是你们今天在我眼里 就是二十五秒 都给我起来吧 知道你们 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吗 因为你们平时根本就没练对路子 花样虽然多 但却不实用 保镖的格斗技术 并非套路演练和散打比赛 而是实战技术 你们都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了 我 不 不能 以后 你们不要 我 你 不 对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因为你 小弟弟没事吧 你们说那秦教官也真是啊 他怎么对女孩下手 一点都不客气 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在他眼里 哪有什么男女之分啊 不然 他怎么会看不到我 我要吐了 谁要他留情面 我才不稀罕你 狠话倒是听到说 还不是二十秒倒下 张燕 你别想辞 今天被打的可不止我一个人 张燕 你要去洗澡了啊 行了 说是烈火神盾训练营 我看简直就是地狱 那你还走吗 不走啊 我干吗要走 写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成为 中国第一性感女保镖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小弟 好了 别不开心了啊 我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觉得这顿打我没办案 我承认在那短短二十五秒时间里 我确实挺不好受的 秦教官没打趴我一次 我都想爬起来再跟他打一次 直到真起不来了 我反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 我觉得被他这么一打 我内心反而更平静了 小弟 你不是被打傻了吧 秦教官说得对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如果我永远都不正视自己的缺点 我就没有办法提高自己 放心吧 我没事了 我去洗漱了 走吧 快点儿没梦呢 即合 全体集合 蓄列领全体学员 续列领全体学员 分钟后到楼下集合 即合 全体集合 续列领全体学员终厚后到楼下集合 没让不让人活了 快起来啦 学员分钟后到楼下集合 大家都看到了吧 从昨天开始 大家已经正式进入 烈火神盾训练营了 训练营的成绩 不是结业后统一结算 而是和你们每个人 每天的表现直接挂钩 每一天会有若干项训练指标 折合成积分 每天的训练任务 只要有一项没有达标 那么当天接下来的训练 就会被取消资格 每天的积分 按每个人实际完成的情况来结算 到训练营结束 核算总积分 加上结业考核 就是该学员的最后成绩 最后的成绩 直接关乎能否加入烈火神盾 成为真正的保镖 那不就是大学里的学分吗 所谓积分 就是希望你们每一分 都要靠激情去博取 只有这样每一分的收获 才能让人激动 让人热血沸腾 明白吗 明白 每天的训练 就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 就是让每天过得有意义 就是这个意思 训练营期间 我将给你们每人一个代号 这个代号将成为你们未来几十天中 唯一的名字 马力 到 火鱼 关小迪 到 火狼女 崔天琪 到 粉红豹 张艳 到 刺锋 静亮 到 巨熊 杨大威 到 白杀 男神教官 这是什么呀 这是保镖行业基础知识的摸底检测 我们才聊两天考什么试啊 知道多少写多少 大家尽情地发挥 半个小时之后 小时去 早饭都还没吃呢 脑子都不清楚 我也真是你 所以 想要做一名合格的保镖 就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记住 在任何时候清醒的头脑都很重要 嗯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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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他一起受罚 为他是你们的战友 安全保卫 讲究的是团队精神 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烈火神盾训练营里 只有团队 没有个体 一人犯错 全体受罚 我们的身份 好 我 我看这个训练营根本就不适合我 每天这样折磨人 我还不如回去当我的粉红豹呢 你在这儿不也是粉红豹吗 这拼不影响啊 你说他们是怎么知道你出号的 照这样下去 我真的好担心我第一个被淘汰啊 粉红豹 咱们三个一起进的训练营 你可不能掉队啊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 因为考试睡觉 害得大家陪你一起受罚 脸都快被你给丢光了 我聚雄向火狼女发誓 我一定痛改前非一血前耻 绝对不会再让你丢人 干吗这么严肃啊 我就跟你开玩笑 我聚亮说到做到 走吧 挂冷的 来 来 我不想起啊 来 我都起来了你还拉我 这帮孩子 什么都不知道 你看这写的什么呀刘舌 雇佣保镖的目的是什么 显示高大上体会低奢友 你再看这个 为什么想要当保镖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我不想看了 去哪儿 我现在就去训练他们 早一点把他们都淘汰了 我也好回烈火神盾走步 干点我自己该干的事 来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理论知识 大家认为 在我们保镖行业里 这两个词 哪个更重要 你们都好好地想一想 你觉得呢 我觉得忠诚比较重要吧 对吧 对 忠诚 好了 选择忠诚的 请举手 那没有举手的 就是选择了可靠 好了 都放下了 虎狼女 你来说一说 你为什么选择忠诚 我觉得 忠诚是每一个保镖 必须具备的品质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 在保护自己的要员 包括他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那还当什么保镖 好 俊雄 你认为呢 我觉得小 不不 我觉得火狼女说得对啊 必然忠诚比可靠重要啊 你想想 如果忠诚不重要的话 他动不动就把老板给出卖了 那岂不是好危险 走吧 对啊 一个人就算再聪明再有能力 如果他不忠诚 整天说谎话的话 就算他再有能力也没有用啊 因为他保护不了任何人 梁大卫 你怎么反驳他们 我觉得他们说得挺对的 既然你都已经被说服的话 那你干嘛不站在我们这边 但是我话还没说完 忠诚固然重要 但是可靠 却是保镖最重要的能力体现 试问 如果一个保镖的能力不可靠 那么 又怎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 保护药元呢 如果你对你的药元不忠诚的话 那你怎么激发你的潜能 保护好你的药元呢 如果在最关键的时刻才激发潜能 对不起 那已经晚了 俗话说得好 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瓷器活 如果一个保镖 没有可靠的能力 那么药元早就被秒杀了 到时候 你就算献出你最宝贵的生命 那也来不及了 你的任务失败了 没错 一句忠诚 说得到轻巧 可是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呢 如果你没有能力保护药元 谈什么忠诚 好了 我让你们辩论 就是想让你们都明白 忠诚 可靠 这两个词 对于我们保镖来说 的确是最优良的品质 你们一定觉得 作为一个保镖 一定很威风吧 药元去了国外 你们也可以一起跟着去观光 而且还可以很威风地 站在他们身边 想尽风光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这不是保镖 一个真正的保镖 他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他自己的 所以 你们要懂得牺牲你自己的自由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吗 知道你们在自己的试卷上都答了一些什么吗 我来给你们形容一下 一个词 惨不忍睹 你们当中 有人是这样回答的 流氓会武术 谁也挡不住 开笑 我想要告诉你们 我希望 你们从烈火神盾训练营出去之后 当别人问起你 对于自己的职业的理解时 希望你们不要说出这些门外汉的话 不要以为你们从网络上摘抄了一些高大上的名词 就觉得你们自己很了不起 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每一个保镖完成了自己的每一个任务 保护好每一个要员 那才是作为一名保镖值得光荣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提起可靠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作为一名保镖 你们的体能 你们的身体素质 一定要达标 作为保镖 身体素质不达标 是不行的 所以 接下来 你们懂的 你怎么会不会有的 是 小弟啊 不不不 火狼女 最近你怎么了 感觉你疲惫不堪 是不是因为 秦教官总说你 你不开心啊 没有啊 没有不开心啊 我觉得他说的确实也挺有道理的 俊亮 不不不 俊雄 俊雄 你也打几精神吧 加油 你们俩还磨磨蹭蹭干什么 四百米跑道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每人负重自身体重的百分之五 第二阶段 百分之十 第三阶段 百分之十五 第四阶段 百分之二十 每一阶段最后一名淘汰 无法坚持者 可以选择放弃 同样 将被取消参加下一项训练的资格 齐天姐 撑不住了 就退出吧 没有人会笑话你的 我行的 你这是瞧不起人啊 小白 小白 我叫白沙好吗 我看你叫小白还差不多 小白 小白 好歹我叫大白也行啊 大白多温暖多可爱啊 还是小白好听 对 小白 都给我闭嘴 有劲的话跑道上去 大家准备 小白 是 杀了 행 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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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